上次去到公司没聊完 这次还有续集是吗 你打电话找我来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想告诉我 是啊 有重要的事情 不过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毕竟是属于我们 两个人的记忆啊 那坐着聊吧 坐吧 这儿你还记得吗 这当年 我向你求婚的地方 没关系 我叫你过来 想给你看看这 这是我们结婚之前 你做出来的温丁不苦 当然我还问过你 问你里面都记了些什么 你说 都是你对我们未来的 畅想和计划 这里面的一笔一画 都是你希望跟我一起 一步一步地完成的 发现了 当年 我们的结婚戒指 都已经选出来了 我看看 拿到这戒指那天 你特别高兴 你就说了一句话 你说 你等不到结婚的那一天 你想提前掏着我 但是没想到 确实没有等到结婚那一天 就消失了 这十年啊 我过度特别地煎熬了 我很想你 现在你愿意再次给我戴上吗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婚约的 可怎么办呢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呀 這十年我對你的感情 一點都沒緣 你現在想不起來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慢慢想啊 結婚以後你一直在我身邊 你總會想起來的不是嗎 我認為呢 婚姻是兩個人相互的承諾 也許像你說的那樣 曾經我們能做到這一點 但現在顯然不能了 再說 我不能因為我要去找記憶 跟你結婚 這樣對我都不公平 雖然我不記得過去 但是還是很感謝你記得過去 這個鑰匙 本來一直想還給你來著 你不喜歡 我不是不記得 他現在沒有 還是不會補充 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不是不喜歡 你現在怎麼進去 你覺得嗎 你怎麼進去 你不喜歡 你怎麼說 你呢 那真是前途一片光明 我在开会 之后再说吧 魏总 之前你吩咐的事情 已经办妥了 雷出校的爸妈收到消息 已经动声回来了 明天一早的高铁 到达同城南站 我们接下来 还需要什么步骤吗 明天的时间空出来 我去接他们 好的 初夏 既然您拒绝了我的求婚 那就别怪我把事情做去 我要告诉雷叔叔和雷阿姨 你回来了